朋友们好,我是小川 今天我一个朋友让我过来给他看一下铺子 在新都班族营的一个菜市场 给他看一下,看位置怎么样 刚才看了一下我朋友的这两个位置 他一个位置是在一个就是菜市场 菜市场一共有三个出口 他一个铺面是在菜市场的一个出口 就是一个小出口的位置 他那个位置的话,如果把它改成卤菜店 改成新的卤菜店 我感觉是不太合适的 因为菜市场的消费人群啊 都是老年人比较多 但是如果他做成新的卤菜店 我感觉生意都不会很好 然后我给他考虑了一下 如果改成传统卤菜店的话 就是因为周围有两三家 生意都比较稳定的卤菜店 搞成传统卤菜店的话 他的投资啊 还有整体的收益 我感觉也不太可靠 因为他现在那个店嘛 就是搞那种理疗的 一个月挣个一万的块钱是稳当的 但是现在如果他改成卤菜店的话 风险还比较大 估计还挣不了一万的块钱 平均营业应该是在一千到两千块钱左右 然后后面我们去看了一个摊位 就是菜市场的正门口 一个左手边的一个摊位 那个摊位呢 但是比较窄 就是摆东西啊 还有就是说 就是顾客选东西的时候都不太好 而且那个摊位门口有一家 午菜店做了好几年 别人呢 我看了下他营业额大约就是在三四千块钱左右 那个摊位如果去做的话 我估算他的预计的营业额应该是一千块钱到两千块钱之间 但是这样卖个一千块钱 而且又是在老菜市场的话 就是说可能一个月挣的钱就挣个四五千块钱 如果一天卖个两千块钱 可能挣个一万块钱左右 这样的话我感觉是可以去做 但是这个投资也不会很大 比如说在两万块钱左右都可以投资 但是就看他们自己 我给他们说了一下 那个摊位可能营业额就是一千到两千之间 对不对 然后就说做的好可以赚个一万块钱 做的不好的话就挣个四五千块钱 说实话如果做生意 我们一个月挣个四五千块钱真的挺操心的 还不如打工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做任何生意位置是非常关键的 我以前给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就是信了卤菜 尽量不要去走菜市场 因为菜市场就是说整体消费能力就比较低 我们要做就在菜市场门口就是一个铺面 做一个有点胆次应的就是传统卤菜店 这个是最好的 好了朋友们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疑问 都可以在评论下面留言 然后私信小船 我们一起交流学习一下 我们都还不够好一起加油